有一名男子酒驾撞死人逃逸 回家告诉双亲他闯祸了 护子心切的妈妈竟然就开着肇事的车辆 到派出所去治首 不过被警方给试破 随后他的父亲和妻子竟然又先后顶罪 也都被拆穿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警方上门逮人 肇事男子才承认犯行 26岁的男子开车带着太太参加朋友的婚宴回家途中 经过院里田中二路时 一名机车骑士 骑机车从国道三号寒洞冲出来 肇事的自小客车来不及刹车就直接撞上 没有刹车查看随即逃逸 而骑士被撞飞15公尺外 送医急救不治 照车者回到家中告知家人开车撞到人 因为车子是妈妈所有 基于护子心切 妈妈就开着肇事车到派出所投案 企图替儿子顶罪 他妈妈开着这台车子到派出所来的时候 连停车都不太会停 那显然驾驶是非常分输的 所以我们就怀疑了应该不是他开的车 同一时间警方也找来肇事者其他家属 经过隔离讯问 父亲和妻子都坦诚是驾驶 一家三口全为他顶罪 直到远景带回九侧值0.25毫克的真正驾驶 才让真相大白